另外台东县府为了方便民众临时差 可以欣赏到多梁车站的美景 增设了全台首支车站的即时影像系统 结合AI技术会自动录下列车经过的身影 而没有列车经过时则会转播旁边的无敌海景 让民众24小时在家里都能仿佛生力其境 列车一出碎大口 游客蜂涌而上把手机相机镜头 统统摆在最佳拍摄位置 不过你知道吗 想体验追火车美景其实不用这么累 因为台东县府脑筋动得快 增设了全台首支车站即时影像系统 列车过了弯 远处镜头随即拉近对焦列车身影 等到通过观景台镜头再拉远 连蔚蓝无边的太平洋也收进画面中 这些都是自动转播 幕后工程仰赖AI人工智慧 可能大家都希望能够靠近去看火车 等到火车慢慢慢慢往摄影机这边移过来的时候 其实摄影机又要往后拉 所以这种往前往后拉的这样的一个镜头 基本上我们是透过AI的程式去做一个控制 听到列车哄哄作响 镜头自动开启追列车模式 没有列车经过时 则转到民众最爱的无敌海景 二次小时不间断吸引民众线上观光 从巴尾化到现在其实大概每一天 差不多都已经有十万人在看这样的一个镜头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镜头 让大家更认识台东 疫情期间民众待在家也能身利其境 临时差欣赏全台最美车站 接着我们相谈的报道